花花的姑奶奶 短腿1比1复刻 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 大熊猫蛋蛋 过得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花花 是一只短腿的三角饭团 其实这个基因不是突然出现的 它的姑奶奶蛋蛋也是这样 眼前这只看起来很慈祥的大美熊 就是今天的主角 蛋蛋00年去的日本神户 在日本很受欢迎 也被称为神户大小姐 按照合约规定本来是要20年回国 刚要回国的那阵子 它的饲养员不舍得分裂 忍不住哭得泪流满面 但最后因为疫情原因和身体状况等因素 这只年迈大熊猫的回国之路 一直在推迟 同时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蛋蛋现在已经不对外展出了 但是从网上的视频来看 28岁的蛋蛋 状态是不错的 她喜欢坐在轮胎上吃笋笋 望向窗外看美景 这个轮胎她很喜欢 晚上休息之前 会拿着轮胎转悠着玩手 小脚脚还会动来动去 而且有盆盆奶可以喝 如果看到饲养员在玻璃窗外里 会走过去 慢慢地打个招呼 其实大熊猫这个年纪 换算成人类的年龄也很高了 但是不论多大的年纪 都是从小时候过来 蛋蛋1995年的时候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出生 那时候还没有第二个名字 大家经常叫的是双手 后来就来到日 经过网友征集取名蛋蛋 小时候的蛋蛋 也是三角饭团的短 可可爱爱 爬树的时候却很利落 蹭蹭三两下 就到了树枝上 值得一说的是 那个时候的蛋蛋 也很喜欢玩轮胎 轮胎大概是他 最爱的一个蜂龙了 虽然得到了人类的很多爱 蛋蛋的雄生却算不得顺促 第一任老公是锦竹 大家熟知的双姓大熊猫 所以后来换了第二任老公 但难过的是 这只大熊猫在后面不幸运生 蛋蛋还有两个孩 第一个没来得及看一眼 因为在腹中的时候 已经是个死胎了 第二个孩子长下了 但四天以后 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幸好的是 现在的蛋蛋过得很开心 双目失明的野生大熊猫 被人类成功救助后 得以重见天光 小明的经历有多坦克 这只大熊猫是在野外被发现 当时浑身是伤血肉膜 人们发现它后 为它进行了救助 后来发现 它的眼睛情况并不好 大熊猫都是金氏眼 但这只熊猫 一只眼睛患有白内长 而另一只 彻底失明了 这样的它 在野外生存太过困难 于是就留了下 小明这个名字 就是那时候起 不是大家熟知的小明小红 而是恢复光明的名 想着给小明做手术挥补 但救助熊猫 也需要专业的认识 于是大家把小明的消息 放在电视上进行播放 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缘人 没想到真的有 做过几万例白内长手术的孟医师 看到后主动进行了联系 然后大家开始 对小明的观察救助 做手术的时候 把小明带到孟医师所在的医院 为避免大熊猫应激 产生攻击行为 被进行救助的人造成伤害 就给小明打了麻醉针 为避免身上的毛发不小心 飞到手术刀或者其他地方 对手术造成影响 于是给熊猫穿上了八甲 也给熊猫剪掉了指甲 这个主要是避免手术之后 熊猫不小心 碰到手术的位置 影响恢复 这些准备都是为了减少手术 不可控因素 手术过程两个小时 做的过程中谨慎小心 但还是惊险万分 索性最后还是把小明眼中的白内长 拿了出来 手术之后的小明一开始 和以前一样 还是会撞墙 还是会做 和以前一样的动作 后来发现是因为习惯太长了 小明还没有适应 后来在饲养员的陪伴下 看到爱吃的小屏幕 还会伸手高 但能重见光明 对小明来说 一定是一个让熊感到神奇又惊喜的事情 我就睡了一觉 竟然就能看到东西了 两脚兽怎么这要扭 作为萌兰的表妹 音音家族又一号成员 五次出逃 并且野化成功 秦星绝对是音音家族的一大骄傲 也绝对是熊猫圈里的传奇熊 参加野化的大熊猫 都是有点自身实力在 而在其中 秦星就是更是数一数二 在野化训练的第二阶段 那时候刚转移到新地 秦星却突然失踪 他跃跃了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大家担心不已 已经有了上次想想的意外 谁都不想再有熊猫遭遇不测 情况越发紧急 大家决定兵分三路 两队去寻找 还有一个负责检查 秦星妈妈身上的录音 事实证明 虽然能力强 但秦星还是个小宝 晚上依旧要回 妈妈那里去喝奶 于是行踪暴露 负责秦星的野化饲养员说过 秦星一共越育五次 有一次大家找了好久没找到 他突然灵光一闪 想着洞里可能有 于是洞里的秦星 和穿着熊猫服的饲养员面面相聚 对于这样的秦星 大家是又爱又无奈 秦星这样的能力和性格 很适合在野外生存 所以哪怕有点难找 有点调皮 大家都觉得是值得 后来2018年 秦星和小核桃 在四川都江宴被放归成功 在后来被野化培训饲养师 提起的时候 还是会一脸怀念和骄傲 这个小熊 聪明有灵气的狠狠 说起来秦星能成为野化放归的成员之一 也是有原因的 本来他是对照的 但实力太过非凡 就成功晋级了 很显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后来红外线相机拍也到过秦星 虽然有些没求团子 但能看出来 在野外生活的不错 有的熊家族代代享乐 有的熊家族致力于编制生活 熊熊之间也不一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过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